随着巫统派系斗争白热化 林茂国会议员凯里进行声称 解决党内分歧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今年内举行党选 不要将党选拖延到大选后 凯里今天在社媒发文表示 巫统必须由获得明确委托的领导层 率领党征战大选 赢得人民支持 他还向党最高理事会喊话 要最高领导层做对的事情 尽快举行党选 强调最高领导层都知道 不能再继续现状了 另一方面 前首相拿杜斯林纳吉 今天也在社媒发文 表示巫统是基于今年初解散国会 并举行大选的条件 才会和处于弱势的土团党 共组联合政府 并由丹斯林慕尤丁出任首相 他强调 巫统不曾答应在团结穆斯林的条件下 将大权旁落在小党身上